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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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金 辛普森 王奇 盛斯 安德鲁金 辛普森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说这球传得不好呢 那是维新 不过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初见了 边线球 马赫雷斯 尝试从右路发动一次突袭 杨奇 肾斯 福克斯 先请暂时解除 辛普森 德林克沃特 球来到了左侧 卫尔西尔 马赫雷斯 先出一脚夺回球权 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 转到边路 马赫雷斯 不正到门前 莫根 约出亚金 全速推进 球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安德鲁金 长传发动进攻 杨奇 肾斯 卫尔西尔试图长传寻找队友 约出亚金 文将大脚长传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杨奇 肾斯 杨奇 肾斯 将球塞过去 瓦尔迪意图很好 但是没能成功 球在杨奇 肾斯脚下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这是个界外球 德林克沃特 新普森在观察形势 他界为成功 就在瓦尔迪脚下 漂亮的断球 德林克沃特 强了回来 他抬脚上门 门将的神勇出救 很好地展现了 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跳起头球 漂亮的结尾非常关键 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 就在钢琪肾斯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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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尔迪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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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迪意图 尔迪意图 好像犯规了 是的 裁判判了 尾尔迪意图 尔迪意图 尔迪意图 高斯林选择了最直接的线路 古特把球抢了回来 钢琪肾斯长距直路 就在王尔迪脚下 就在钢琪肾斯脚下 漂亮 精彩的打门 钢琪肾斯控球和打门 都完成得非常好 在自己还有足够空间的时候 果断起脚 而且力量十足 这种势头之下 肯定还会有精彩的打门 要到前场 漂亮的施压 在对方形成威胁之前 迫使他们犯错 终止了进攻 尝试打一脚 如果打进 这将是一粒载入史册的进球 我猜他很清楚 刚才的射门角度还不够理想 但那已经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结果很可惜 你 Еще resulted in defeat 死我 baş 西浡三 明显犯规了 对方方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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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特又抢了回来 好的 到成功的突破 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 他们成功地把球破坏了 裁判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好的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 莱斯特一波猛攻结束了上半场 我觉得我们只要等着瞧就好了 看看他们能不能再次迸发出 上半场的冲劲和决心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而且这种状态一定会保持到下半场 非常有趣的半场就是没有进球 所以下半场比赛比分有变化 也不要惊讶 目前是0比0 福克斯 福克斯 球出界了 边线球 德林克沃特 马克雷斯 球在瓦尔迪脚下 试图直塞 守门员化线为夷 尾尔歇尔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机会 大力射门 这角射门距离进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防线出现漏洞 他们对于纳克战术完全没反应过来 弹调尔歇尔 外界尔 华尔歇尔 尔歇尔 瓦尔迪 传球 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是在浪费生命 约出亚金 想要调过对方头顶 约出亚金 这球传得不够好 想法很好 跑位很机灵 不过就像你说的 传球太让人失望 高斯林 尾尔迪 刚刚丢球 就以训练不进样的道理 而想定当人不让的速度 把球抢了回来 就在刚斜扇撕脚下 球进了 将军终于被打破了 禁区里密不透风 能够找出这个空档非常不容易 门将根本没法预判 确实有点不太走运 博恩茅斯 看起来要换人了 莱斯特 先下一场 这个时候球员的意志品质 非常的重要 而一球的差距远不足以 决定比赛的结局 维尔西尔 维尔西尔 还是制造了一点危险 能否把握住机会 这个球踢得是又高又远 险些就攻破了对方的城池 大力抽射 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 不错 门将这次扑救体现了他的身价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他不断冲击着对方的防线 他们得尽快想办法阻止他 马赫雷斯 张奇 慎斯 德林克 沃特 送出之赛 安德鲁金 直接打到对方后场 阿弗比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马赫雷斯 张奇 慎斯 漂亮的抢 犯规了 给了个任意球 调整 打门 险些扩大成两球啊 他的作用果然不容小觑 漂亮的跑位 差一点将比分优势扩大 高光跃起 先请暂时解除 福克斯选择传珠 没进 太可惜了 他肯定懊悔死了 居然错失了这样一次 可以奠定胜局的好机会 精彩的表现 他肯定不缺乏信心 就算他有什么欠缺 也只会激励他 尝试更多的射门 马尔迪 就在慕萨脚下 好机会 射向球本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 争取再进一球 实在是勇气可加 不过要是搞砸的话 教练可要发火了 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 博恩茅斯 选择换上最后一名替补队员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不过斗志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马克雷斯抢了回来 刚齐慎斯 拼抢 送出一个任意球 迅速向前场推进 没有对球门造成威胁 面对防守 他们并没有找到太多的射门机会 我觉得除了耐心之外 他们还需要打得更有创造力一些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新普森 安德鲁金 安德鲁金 马克雷斯 刚齐慎斯 他们显然不会对这个结果满意 但是从球员的行动上 却看不出来这一点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独测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他遭到了侵犯 我看啊 要吃牌了 要吃牌了 喂儿像 斯坦尼斯 德林克沃特 威尔切尔 又一次漂亮的防守 好机会 将球突动 惊人的反应速度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 确实难度不小 他们开出了战术脚球 他选择低平球传中 及时地破坏了 这是全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动作 多么有趣的比赛 过程令人目不暇接 时间也过得很快 可最后尘埃落定 却只有一个进球 尽管过程非常艰难 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所以应该祝贺他们 成功地通过了今天的考验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苗坤 跑步来球场解说 我们今天解说到此结束 祝大家晚安 坤直到跑回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